你找我幫忙不是應該說麻煩嗎? 為什麼說不好意思? 這件事我很不明白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即場Marketplace的頻道 今天繼續有我Bernie和Ivan 今天我們說的話題就是 即場溝通上面究竟有什麼死亡陷阱 之前有一集我們提過 就找人幫忙 先甜後苦先苦後甜說過 今天有兩點要提醒大家朋友 Ivan 有沒有聽過很多人叫你幫忙做起手 不好意思可以幫忙嗎? 那你不好意思不想浪費我的時間 那你現在浪費了 那你為什麼不死開呢? 最奇怪的是有時你去餐廳看到有些侍應生 他把一個食物放在你面前的時候 他第一句跟你說是什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是我拿一盒很好吃的東西給你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這個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坐後一點 這個不好意思我自己要把胃裙 明白明白 這個不好意思也有很多意思在裡面 不好意思其實有幾個問題在裡面 第一 對方幫你做事還要說不好意思的時候 其實還要給壓力對方 好 不好意思他也走開了 停了三秒 好繼續 第二就是 Ivan 如果我找你做事 幫幫忙忙 最好不要 所以他也說了不好意思 才有這個頻道 他才叫我一起拍 你不會的 OK 他應該會幫我做事 因為 他是有自信的 有自信 好嗎? 一個人去說道歉 不好意思 然後透過一些說話 去令對方幫忙忙做事 其實對方是透過你的說話影響了他 哎呀不好意思可以幫幫我嗎 這個扮可憐的招數其實不太好 你試想一下 你是否想幫一個弱者去做事 還是幫一個有信心的人去做事 我會看身份 如果一位嬌的嬌的女士說 和一個紅狗狗的男士 好像Bernie那樣高大威賴 不好意思你幫我做點事可不可以 嘩很噁心 麻煩你死開了 不停是用道歉的方式 去令到人去幫你做事 我形容為假扮可憐 或者假扮弱者 在場上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不要再說那麼多 sorry和不好意思 直接說你做什麼 可能還有一刻 那就是一針見血就最好 什麼提搶都不要說 直接 Straight to the point Bernie 我現在有個project 但欠一個人手 可不可以在這裡借吊 Winnie過來幫幫忙 這樣是否直接說會好一點 舒服一點 所以下次你等錢用 問Bernie借 Bernie 我過不了這個夏天 可不可以借你洗洗 第二個情況就是 不停不停說一句說話 Ivan 這件事很小事 你做到的 你就幫到手 很簡單 難不了你的 其實我很討厭別人說這些 找我做事的時候 我未必能做到的 你怎麼知道我一定做到的 問題就是這裡 就算很容易做 也不等於要幫你做的 我以前的樂隊 有個朋友唱歌很厲害的 他經常跟我說 Ivan 你唱到的 不如你試試 我心想 你這麼高音 高音師 怎麼唱 誰人都唱到的 我不是莫華倫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 你能做到的 別人未必能做到的 喂 但他講一句 你做到的 你一定可以的 我做過 但不等於我做得好 做得好 又未必要 現在就幫你做 對不對 最慘的一個情況就是 他講一句說話 這件很簡單的事 阻礙你 不是很多時間 但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 對方 要為了處理這件小小的事 後面推了多少 不聽我的電話 跟他老婆做了多少 今晚不吃頓飯 先做到你這些小小的事 我們有時認為 小小的事 可能對方來說 是一件很大的事 天大的事 好 所以 不要再跟朋友說 你做到的 好小事 不要做這個方式 叫人做事 這句說話 可能會隱藏很多 殺機 可能雙方關係 因為這樣不是拉遠了 還有一件事 尤其是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生意 工作已經很困難 還經常提起 不好意思 你一定做到的 幫幫忙 等等這些字眼 好像覺得對方 老鳳幫你做 好像覺得對方 這些小微的事 你一定要幫忙做 如果不是 你太過分了 好像我掉了一些東西 你幫忙收拾 也不是很難 但實際上 原來你掉了很重的東西 我怎樣幫你拿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處理 無條件 無償的情況下 可以幫到你 所以有些事情 並不要 那麼容易順口開河 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觸犯 這個溝通的陷阱 MUFFIN 小小事幫忙 你做到的 下集 他自己一個解決 我就不見了 下集 Fecture Marketplace再見 拜拜 拜拜 不好意思 水很重 我們兩個幫我拿去水機 他應該都硬了多久 他應該都硬了多久